2022,一部声势浩大,描绘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战争大作《王者天下》第二部终于来了 回红大气的战争场面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干脆利落且没有慢动作的动作戏更是眼前一亮 严重的疫情下还能坚持在中国趋劲 并花费大量资金做CG,制作班底的诚意可见一斑 公元前245年,秦王嬴政正在观摩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版图 突然一股浓重的杀气引起秦王警觉 两名黑衣人瞬间腾空而起 秦王持剑厮杀,显现命丧刺客之手 激烈的打斗声引起护卫警觉 大将军昌文君就驾于危难 可两名刺客并非萧小之辈 他们出手狠辣,招招致命 三秒钟轻松解决十几名护卫 很明显刺客的目标就是嬴政 就在要得逞时,一名神秘少年从天而降 一刀击退了刺客的进攻 从高超的身法来看,少年身受了得 少年信曾是秦国奴隶 因闯关成功练就了鬼斧神功的剑术 这时护卫激报 原来是魏国趁秦国防守松懈 正大举进攻秦国边境 信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大将军 但秦国晋升制度十分严谨 他虽然救了秦王 但必须要从底层士兵做起 很快,秦国大肆集结兵力 向魏军方向紧发 信在行军途中偶遇几名老乡 他们以五人一五,十人一识 进行组合编队 因为秦国所信仰的战术 是团队配合作战 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 信和几名新兵 外加一名白衣男子组成编队 这边魏国大军已经侵占了 秦国边界两处山头 首领是大将军吴庆 此人心狠手辣,杀发果断 而秦国派出的主帅 是九经沙场的三朝元老 比奥公 比奥公特意指派千人将副虎山 率领第四军 徒步进攻卫军大营 千人将一声令下 战鼓声声响成云霄 秦国步兵瞬间雄气 其手当其冲 一招射杀魏国守军 魏冰被打得节节败退 殊不知 这只是魏国的缓兵之计 只见不远处黄沙四旗 浓烟滚滚 是魏国的战车队前来支援 战车如燎原之势 大杀四方 吓得秦国小兵不知所措 秦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势 打得措手不及 再僵持下去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突然白衣小哥灵机一动 命令所有人把尸体对称小善 以此阻挡魏军战车的第二步进攻 果不其然 魏军没有了一马平川的地势加持 一个个摔得人仰马翻 第一次交锋 只有信所在的第四军 无一人伤亡 而其他小队则伤亡惨重 秦国主帅标攻得到战报 非但没有撤军 更是下令部队继续战斗至深夜 深夜作战 再加上秦军伤亡惨重 第四军很快就遭到了几十名魏军追杀 而他不知道的是 白衣男子并不是一名普通士兵 这两个秦国姓兵正被一群魏军围住 只见一个白衣秦兵突然原地起跳 惹得魏军忍不住大笑 这人是被吓傻了吧 可下一秒 白衣男子剑术高深莫测 但第一回合打下来就气喘吁吁 这体力实在不敢攻卫 新卫救队友拔剑相助 没想到队友竟是个女人 此时大批魏军正源源不断地向他们进攻 两人孤军深入不宜连战 可前有追兵后有悬崖 一时间没了退路 突然女人一把拽起信 二话不说跳下悬崖 此举让魏军摸不着头脑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意外的是 信和女人并没有死 而且毫发无上 信怀疑起了女人的身份 质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女人名叫枪雷 他并不是一名普通士兵 而是属于中原极少数人得知的哀伤一族 传闻这种部落拥有某种神奇力量 好称一人就能毁灭一个国家 但同时 他们也是被上天诅咒的部族 族中建树最厉害的那个人 将会被冠于赤油的名号 但选拔制度非常残忍 枪雷的姐姐为了保护他被对方暗杀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去魏国复仇 只因不知如何混进魏国 才加入秦国大军 短暂的平静之后 魏国大军正紧锣密鼓的向秦国大营进攻 准备直倒荒龙 与此同时 信带领第四军准备绕到后方偷袭魏国军营 殊不知这里早已埋伏上了上千名魏国守卫军 但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信只能硬着头皮展开大战 秦国大营内 主力军第一波冲锋败下阵来 将领们士气大捡 而得知信带人偷袭魏国军营后 又立刻派所有骑兵全力增援 标公一声令下万马奔腾 大批秦军骑兵正全速向魏国进攻 魏国步兵剑撞 仓皇逃窜 很快秦军主力部队来到魏国第二防线 在枪磊和信的加持下 魏国军队瞬间失衡遍野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步兵决定留下断后 枪磊武力高强 骁勇善战 很快带人消灭了残余势力 而信则带着主力骑兵 继续向对面山头奔袭 漫天黄沙裹挟着层层杀气席卷而来 然而他们想要拿下魏国大营 并不容易 只见山下一队弓箭手 正站在山顶 叙事歹发 信带领秦国最枪铁骑 一举杀入魏国大营 在车轮战的攻势下 信单枪匹马一敌时 杀得魏国步兵不敢近身 秦军各个骁勇善战 在战场上打得不死不休 而另一边 主帅千人将虽然身中数剑 但依旧在奋力杀敌 他踉枪着走进魏军大营 想要和对方将领决一死战 但魏军将领面对这些 只会凭运气作战的蝼蚁不切一顾 他邪魅一笑 得意洋洋的一步步靠近千人将 然后抬手就是一刀 轻松拿下对方手机 信想要救人 但已经为时已晚 不过每一位秦国将领 都不是萧小之辈 下一秒 千人将一把拉住对方 魏军将领被杀 军队瞬间丧失战斗能力 小兵们纷纷四散而逃 信带领主力部队拿下了山头 却没能救回千人将 没过多久 一直在后方断后的枪垒 带着第四军赶来会合 在此赢得战斗 将士们士气大增 以为战斗就此结束 殊不知 他们又一次中了 魏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在山下 魏军早已集结大批人马 原来山顶并不是魏军的中军大英 另一侧才是主帅吴庆所在的大英 信看着山下集结的百万雄兵 足足比秦军多出了一倍之多 原来这才是魏国的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 秦军主帅标公 得知信攻破了魏军山顶 立刻带领援军前来支援 一场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大战 就此拉开帷幕 只见秦国主帅标公率领一队人马 瞬间攻破对方第一防线 秦军打开了魏国防线 万人铁骑在战谷中步步紧逼 关键时刻信也加入了标公的战队 秦军顺利突破魏国第二道防线 中国有句古话 秦贼先亲王 魏国主帅吴庆决定和标公单打独斗 标公久经沙场赶于迎战 实至一个回合打下来 吴庆被标公一刀批死 魏国百万雄兵剑装纷纷投向逃亡 秦军在这场战斗中一共歼灭三万残余势力 大战结束后 枪磊为了完成复仇 决定孤身身入魏国 而信终于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将军 被秦王嬴政封为百副长 嬴政解决了外部之地 但内部隐藏的奸细还未找到 秦国一向守卫森严 没有内部的奸细之援 两名刺客根本无法靠近嬴政 而嬴政怀疑的主谋对象 就是一只深藏不露的丞相吕不韦 此时吕不韦率领重将士提前回到秦国 很明显两人对此前的刺杀心知肚明 那么嬴政和吕不韦又将上演一场 怎样的兴风血雨呢 让我们尽情期待 王者天下第三部的到来